民進黨立委高嘉瑜遭前男友林秉書施暴案件 一審法院認定犯下十三項的罪刑 其中只有傷害罪 不得一顆罰金判刑八個月 其餘罪名則是合計判處兩年兩個月 得一顆罰金 如今上訴二審之後 高院是維持原判 而雙方都沒有在上訴案件定業 不過由於林秉書在先前被擠壓了兩百二十六天 因此只需要再服十四天的刑 其他的罪名則是需要繳完罰金就可以了 當然